赶上好时候了,感谢库里,随着最后一个低脚,三分投出,2022年,全明星周末单向赛中的三分大赛,落下了帷幕,来自明尼苏达·孙林郎的唐斯,意外的,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,他在决赛阶段的29分顺道,也把先前,由库里与布克,共同保持的28分纪录打破,成为了新的纪录持有者。 虽然全明星周末,是围绕着娱乐与商业打造的大秀,但能出现在这样一个流光异彩,被受瞩目的舞台之上,没有两把刷子,那指定是不好事的,何况,唐斯作为内线球员,夺得三分大赛冠军,其背后所背负的时代属性,也就彰显出来了。 是不是赶错场子了,bro,我们先从本次三分大赛说起,在参赛选手上,除了唐斯以外,到场的,几乎全是各支球队的外线尖刀,其中还包括吹羊,CJ,范乔丹这样的7.25米外的浪子,唐斯,即便加持着常规在,40.93分命中率入场,但这个数据,在,几人中,也只是中油水平,如果要预测夺冠,这么着,也轮不到我们的美丽国Laser,更别说破纪录这样的玩笑,但随着首轮比赛过后,唐斯的手感, 逐渐打开,场边的球迷,以及直播屏幕前的我们,愈发觉得,这兄弟今天晚上,可能要做点啥,何况,那几位有威胁的,也都陆续被淘汰了,这个预感,也就越来越强烈。 果不其然,最后决赛圈,唐斯彻底爆发,一波29分,直接带走比赛,让后面的吹羊,跟肯纳德,望尘莫及。 哥俩的痛,谁能懂,赛况讲述过后,我们就来聊聊,唐斯得冠后,背后所背负的时代属性。 作为联盟主打的金资招牌,多年以来,外线球员,一直都是主推的对象,究其原因,无外乎两点,精彩绝伦的技巧性,与肉眼可见的天赋值,简单来说,就是打球好看,与素质出色,那么在这点上,长颜助手内线的大哥子们,就比较苦了,毕竟肉搏脚杀的时候,可顾不上好不好看了,进球,才是最终的目的。 但随着唐斯,恩彼得,约记起这样的技巧出色,走为灵活,且全面的内线出现,联盟的主旋律,也在悄无声息中,慢慢发生了变化。 咱们就比谁防守好,唐斯加入联盟的时间,适逢两个球风时代,交错更迭,对于很多老球迷的而言,早期的唐斯,并不能称之为,合格内线,虽说技术能力趋于全面,又是当年的状怜疾病,但比赛中,时不时的外线失射,与不成比例的内线进攻,让看惯了内线厮杀,肌肉碰撞的资深们,很容易联想到乱战以词,再加上,连年糟糕的战绩,与波斯进取的比赛态度,在那几年中,球迷们亲切的将唐斯与埃金斯 并称为,看待一切的,明尼苏达二老,明尼苏达全民二老,但随着小球主义的不断深入,越来越多球员,加入到外线争夺行列之中,内线球员的身份与属性,也发生了变化,以往传统意义上的死磕死锤,逐步转向,灵活多变,内外兼修 这让早期坚守OG的内线们,不得不开始寻求转型之法,例如,后来的阿德,格里登一样 但像唐斯这样早期,就确立风格的内线而言,前路,就比较明朗了,在球风与打法上,契合当前的潮流趋势,虽然在战绩,依旧没有起色,但看过唐斯比赛的球迷们不难发现,唐斯在比赛中,变现越来越游刃有余,从外线到内线,一个球员,几乎能做到全方位覆盖 当然了,防守与态度,这块确实比较哈哈哈哈,随带提一嘴,化学反应这事,真的不能光看账面,多少过往实力,论证了这一点,天赋扎堆,群星闪耀,不一定就能带来多高成就 所以说,不是巴特勒带不动,也不是拉文,没有兑现天赋,也不赖罗斯,只能说明,唐斯与维金斯俩人,真的不是合在一起,离婚,只是迟早的事 你打什么位置,我打12345号位,扯远了,在小球时代影响下,越来越多内线,开始钻研外线投射技巧,虽说与正牌外线浪子们,还有一段距离 但在战术安排与执行上,内线球员参与的比重越来越大,例如,我们老生长坦的勇士队战术,格林,就是外线攻击战术中的重要一环,甚至很多时候,还会专门为格林设计外线出手策略 当然,格林与唐斯所处地位不同,毕竟一个是关键人物,一个是球队大梁,所以,在这种局势的差异下,内线球员,又开始逐步踏张新的领域板块,比如,组织梳理陈队进攻,比如外线扛雷冲杀内线等 没我的地狱火焰,勇士能夺冠 于是,一个新的名词诞生了,全场摇摆人,虽说这个词汇,多少有些调侃一倍,但一个会运球,会传球,会投篮,会突破,会被打,会抢摆,会崩盖,会12345号位,所有技能的内线球员,无疑是大杀气的存在 即便在现如今,不讲究防守的环境之中,这样的选手,谁碰到,都会头疼 细心的我们也发现,近几年的MVP榜单上,内线球员,越来越多 这点,很像早年内线的争夺,只不过,现在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了 这里补充一个事,为了能够证明,内线球员的活不差 唐斯,在2016年全明星周末,还参与技巧挑战赛,并且最终还获得了冠军 这让当时联盟第二把刀的小托马斯,直接跌面 到后来,这项赛事,更是演变成了内线球员参赛比花活的程度 21年的全明星赛技巧赛,冠军小萨伯尼斯,亚军,武切西奇 无论北赛季,唐斯是否可以带领森林郎,彻底走出泥潭 又或是恩彼得,于约基奇,谁能问定最强男人称号,还是哪个玩手活的大个子,能夺门而出 不可否认的是,小球时代背景下,大个子球员们,为了能够活下去,已经开始多吃多战,多战多得了 说实话,留给外线球员的时间真的不多了,还是琢磨琢磨,在架西时光,练练篮篮下脚步,抢篮板技巧的事儿吧 不然,真的要找个工厂抿罗斯了,球分享球,点在球再看